星球铁道玩家现状 银月玩家表示排面拉满 正在连远渠网腾讯大楼对面打塔 毕竟不是随着机会能贴脸腾讯太大的 单红玩家表示 自己已经用单红打999换龙了 为什么还没进化 神骁雷斧总是 驱雷测电追魔扫回天军玩家表示 不挖警员 狐熊玩家根本不打玩手机 因为找不到特殊充电 近流玩家已经在准备取暖器的软宝宝了 这样就才融化制的冰山美人了 亲戚玩家每天都在填问卷 托帕玩家联合声明超托帕都是为了铺满 而不是担心透脂崩掉 塔毕塔玩家为了DOT队 至今能在刷虚无形机材料 吸引玩家神问注意健康 他们坚决不在欢愿的环境下玩星铁 并且每玩半小时就会放下手机做眼保健操 体育玩家在家一天到晚25小时磨刀 严重影响了邻居的日常休息 黑塔玩家辞正晕晕倒在地 据说是因为转了太多圈顶不住了 罗刹玩家正在研究分身之术 如何承担忘却之庭里将罗刹一分为二 鲁塔玩家实现好奇被救下的孩子 是不是得到鲁塔的草帽 毕竟都是红发而且失去了手臂 虎特玩家现在还是导不懂 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可以单手拎起动动机 我是天生神力啊 燕青玩家每次遇到困难时 都会用能有五名燕青要打三的来独立自己 机子玩家正在医院肠胃特探病 医生初步探断 使他被喝多了引起了肠胃问题 受伤玩家至今能在思考 为什么凤凰会变成鸡 兰兰玩家至今不知道他在手机里到底看到了什么 百度玩家表示不努力就想回家继承农争之味 特拉玩家表示愤怒 为什么铺满 或是汤汤汤汤汤来一把决斗 任玩家表示 再不出白毛皮肤就要去米还有总部吹索娜了 三眼球玩家表示 原来我们小三院才是最聪明的那个 阿兰玩家表示 世界已忘了我 虎特胆甚至不如佩佩 最后也表示很生气 诺大的先兜居然没有一个能发动的来头